凤九在太成功一起给桃树交税 连颂就迫不及待得来跟他们分享 在少婉苏醒后发生的事情 莫原本就是为了刺激少婉才假意要成亲 眼下这亲是自然黄了 只是那悲催的新娘子小燕 本来被少婉说是娘炮后要与少婉干一架 结果打不过 现在竟然变成了少婉的谜地 一口一口祖宗教的那个欢畅 连颂说完还感慨了一句 连魔族十足女神都苏醒了 这四海八荒丁又有热闹看了 听完连颂兴致勃勃地分享 东华淡淡道 说完了 说完就去帮我把那边的草除一下 长了不少杂草 连颂莫名被塞了一把锄头 他走到东华身边 我听闻上古时期你和少婉还是同窗 如今他醒了 你不做点表示 需要表示什么 连颂叹气 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忍你 这副阴阳怪气的死样子忍正多年的 那少晚下了一个帖子 说为了庆祝自己睡醒 准备邀请他昔日在水沼泽的铜窗 在水沼泽重聚 想想从洪荒时代来的神魔已经屈之可数 所以能来的神魔们 必也是如同活化石一般 东华二乐玉生 我确然是收到了这样一封帖子 所以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带你去见这些活化石们 连颂打开扇子掩饰自己的雀跃 是啊 听说这次聚会连身为天君天后的白浅夜华 都没有资格去 那少晚又放宽了条件 说去参加聚会的上股神魔们可以带一个家属 你不妨就让我做你的家属 去见识见识 东华笑咪咪反问 本君有妻有儿 你觉得本君会需要你来冒充本君的家属 连颂瞬间就拉下了脸 看你的意思是 你不准备带我去了 好吧 我就晓得你是这么没意气之人 这数万年的交情终究是错付了 眼看他要气呼呼走 东华在他身后道 此次谁找则小慧 除了这些洪荒时代留下的神魔们 少晚还给一人发了情帖 你若是去找他 他应该会带你去 谁 正是你的未婚妻 成一人君 等连送一走 凤九就凑到东华身边来 那帝君是准备带我去吗 这次聚会好像很是隆重的样子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贺礼吗 东华帮他捋了捋他的头发 贺礼倒是不需要准备 但你去那可能会受到一些束缚 为何 那少晚看上去也不像规矩很多的人了 不是 是他把你爷爷白纸也请了 凤九顿了顿 他倒是忘了 太爷白纸帝君和东华 是一辈的 相传水沼泽由父神所造 是个比碧海苍灵还神秘的地方 他原本欺于巨龟之辈 被拖在寿华野旁的碧海中 洪荒时代一过去 他也随之沉入海底 谁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但不知为何 自少晚苏醒之后 水沼泽也重现于世 少晚觉得这里灵气甚好 就在这里划一座魔宫成为自己的行宫 什么一族一直交好 少晚当年又是为了拯救人族才以深河道 四海八荒对这位十足女神都是十分敬重的 所以对于少晚把父神造出的神殿变成魔殿 天君夜华也是睁一只眼闭之一眼 等东华带着凤九来到水沼泽 凤九瞧着在云雾渺渺中若隐若现的魔殿 兴奋道 我听说帝君少时在这里尽学过 那帝君从前功课怎么样 宗华牵着他的手 除了莫人偶尔能考赢一下我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第一名 凤九探道 我就知道帝君天赋异禀 帝君要是能把考试天赋分我一点 我就不会经常被夫子为难了 正说着 云雾中传来凤九熟悉的碎碎念 原来成玉果真也收到了少晚的帖子 还把连宋也带来了 连宋还在问他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何少晚会给你送情帖 按理说他沉睡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成玉去一副满不在乎的语气 还打了一个哈欠 我哪里会知道 若不是你非要来 我宁愿就在我的仙宫里睡觉 连宋成玉一来自然是乔剑站在碧海旁的东华凤九 本来想象征兴地打一下招呼 却听为云雾缭绕的碧海中传来逐高波动海水哗啦声 等水声离他们近些 凤九才看到竟然是小燕划着一个硕大的龟壳朝他们过来 那龟壳像一艘船一般大 小燕居然还像不像样地穿了一身船夫长船的斗笠缩衣 连宋瞧着他这副形象就忍不住想笑 小燕魔君 你这是变成了龟公还是船夫啊 小燕跳上岸来 美好气道 啰嗦什么 老子是看得起你们才亲自来接你们 连宋扇子往那龟壳一指 你让我们坐这只龟壳过去 那岂不是有损我连三的英明 不做不做 我还是自己腾云过去吧 他说完 东华已经牵着凤九的手很自然很淡定地站在那龟壳上 而且方才小燕站在上面画面就很滑稽 他们俩一站上去 仿佛那下面丑丑的龟壳都添了许多仙气 凤九还用脚踩了踩 还挺稳的 连三殿下 我听帝君说这碧海的云雾会束缚人的先例 如果不是坐船过去 那只能游过去了 承宇听完马上很没意气地丢下连宋也跳上了 龟壳 那这道少晚的摩店还有好一段距离 我可不想游过去 连宋本来还想矫情一下 让小燕劝劝自己好玩晚尊 结果小燕二话不说就拨动竹竿要把龟壳划走 连宋只能赶紧跳上去 还差点站不稳摔到海里 小燕毫不留情地笑话他 你好歹也是水神 过一个碧海还需要坐老子的龟壳 连宋打开扇子 这碧海都沉寂十几万年了 我不过是怕里面会突然钻出许多水怪来 所以要用水神的身份 站在你们边上保护你们罢了 小燕吃笑了一声 看穿了她的死要面子 便继续划船 凤九走到她身边道 听说少晚把你收喂她的小弟了 所以你就心甘情愿出来帮她迎接客人 小燕虽然憨 但心气极高 连东华都不放在眼里 四海八荒也只有她敢喊东华冰块脸 所以对于小燕能心甘情愿做少晚小弟 凤九觉得很神奇 但小燕脸上一点不自然的神情都没有 反而颇为自豪道 这有什么 整个魔族都要尊称少晚一声祖宗 老子做了她的小弟 那么在魔族来说就是资历第二老的人 老子不仅不吃亏还长了辈分 以后那魔族其他几位魔君都不如老子 凤九无了一声 这傻孩子 看来又是被少晚给忽悠了 谁说做了老大的小弟就是老二了 老大又不是只能收一个小弟 那少晚除了有上古神兽竹龙作为做旗 还有一个守着她十几万年的凤行 凤九不认为在少晚心中 小燕的地位能超过他们 但看到小燕憨憨憨远兴高采烈的样子 身为小兄弟的凤九 还是不忍心去戳穿她的美梦 好不容易坐着这龟壳上了岸 那岸上还守着两个长得圆润可爱的魔族童子 一瞧见他们两个童子居然一人拿出一长串鞭炮 噼里啪啦地放起来 凤九被这突如其来的鞭炮声微微吓了一跳 东华第一时间捂住她的耳朵 然后问小燕 这也是你的祖宗安排的 听她说祖宗两个字 怎么都有股在嘲笑小燕的味道 幸好小燕神经大调 点头道 祖宗说了 待客吗 自然要热闹一些 而且越是她看重的客人 这鞭炮就越长 你看这鞭炮这么长 说明祖宗还是很看重你们的吗 东华嘴角扯出一个笑容 抱歉 我们不需要被她看重 上了岸 终于没有了浓得看不清路的云雾 只是凤九看到这水沼泽 有点颠覆自己的想象 传说中的水沼泽是个比碧海苍林 还要仙气腾腾的地方 连一草一幕都妙有淋韵 但凤九瞧着这两边都挂着的大红灯笼 这在大红灯笼下摆摊降卖的一干魔族子弟 若不是这边上还带着仙气 凤九都以为自己是身在凡间 连颜送打开扇子 听闻当年少晚是为了拯救弱小的人族才以身和道 如今她把自己的摩店改造成凡事的样子 想而她看来是真的喜欢凡事的繁华热闹景象 终于来到了少晚的摩店 凤九直接被大殿中央一长桌的美食给震住了 虽说她最新研究美食 但也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美食 这仿佛把天上人间的山珍海味都搬来了 那长桌上还只起了架子现烤乳猪 烤全羊 烤火腿 导致整个大殿都飘着诱人的香气 凤九庆幸还好她的姑父夜化天君没来 她最近在推行勤俭节约美德 看到这样奢华的宴席应该会晕一晕 那长桌主位上懒洋洋地做了一个白衣美人 正是本次聚会的东道主 魔族十足女神 现在魔族的子弟都得喊她一生祖宗的扫婉 凤九见扫婉坐的椅子看起来也是一张普通的椅子 她偏做出一种像是躺在床上的惬意之感 貌似东华也有这种能力 哲言也有这种能力 这就是上古之神的做派嘛 扫婉瞧见东华 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 仍然在磕着她的瓜子 想不到你们是第一个来的 我这位子摆得也很随意 先来后道 你们随便挑一个位子做吧 凤九对着向来只出现在诗书和故事里的上古女神 很是感兴趣 以前也是把她当成偶像的 便拉着东华挨着她坐下 还指着满桌的佳肴道 少晚姑娘与美食也颇有研究嘛 瞧这一桌冷菜与热菜 荤菜与素菜之间搭配得很好 想来都是费了不少功夫的 少晚瞧这这个叫自己姑娘 其实可以当她老祖宗的小丫头 她一醒来就听凤行跟她说 如今什么两族这年轻一辈的都非常不济 连艳池物那种长得比女人还要娇花的娘炮 居然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让她也以为现在的后辈们都是无用的怂包 但她眼下瞧着凤九 觉得凤九要美貌有美貌 眉目之间还带着英气 关键是很有品味 一开口就甚合她胃口 所以越看凤九越觉得喜欢 也难怪小丫头能把东华这老妖怪收了 想必她瞧着凤九的目光充满慈爱 我不过是睡了十九万年 饿了十九万年的肚子 自然要好好补回来 至于这摆盘 不过是凤行劝我要荤素搭配 才能不会拉肚子 其实我只是喜欢吃肉的 不过听你的意思 你对美食很有研究 被偶像这么一夸 凤九不好意思地谦虚道 也不算很有研究 只是眼下正满桌的菜 我也都能做得来便是 一只懒懒歪着的少婉立刻坐直 两眼放光地望着凤九 你竟然这么厉害 东华好有福气 不如你就留在我的魔殿中 做我的厨娘吧 一只安静听他们说话的东华 终于一个眼神过来 你倒是敢想 少婉瞧着东华这户短的模样 了然一笑 然后又八卦地对东华道 东华 你还没告诉我 你是怎么把这小丫头拐到手的 嘖嘖 想当年我往你房间里塞了不少魔族美人 都被你丢了出来 我当时还担心你跟哲人那只老凤凰一个爱好呢 凤九一下抓住了重点 当年你往地君房间塞美人 连颂发现终于聊到他感兴趣的事情了 也兴致勃勃地凑过来问 所以当年那勾引地君的魔族美人原来都是你派来的 少婉咳了一声 见凤九脸色变了 怕影响到他们夫妻感情 马上改口 我当时只是作为兄弟 关心关心一下东华的终身大事 免得他终日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待在碧海苍林 如今看来 他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东华放下手中的茶 你的确不需要为我操心 你需要操心的人来了 刚说着 就有魔族小兵在殿外报 昆仑须莫冤上神道 凤九剑原本嗨掉儿郎开东华玩笑的少婉 瞬间表情有些不自然起来 好